Invisible,开头的Vis是个词根,意思是看见,还出现在Visit,看望拜访中,之后加个表示能背什么什么的的形容词后缀,IBLE,就有了Visible,意思是能被看见的。 比如咱们可以说,Avisible change,一个肉眼可见的改变,Avisible object,可见物体。 那英语图我考考你,Visible是形容词,它的名词形式是什么? 其实你可以从常见单词ABLE能够来推断,形容词ABLE的名词形式是Ability,那可想而知,形容词Visible的名词形式就是Visibility,本意是能看见的性质,也可以更具体指能见度。 比如咱们可以说,Good,Core,Zero,Visibility,好的,差的,零能见度。 Visible前面加上表示否定的前缀,IN,就称了Invisible,意思自然是,看不见的,隐形的。 比如科幻小说和电影,隐身人就是The Invisible Man。 那英语图我再考考你,Invisible的名词形式又是什么呢? 请在评论区回答我吧。